中东的战争快变成区域性的大战 一发不可收拾 但偏偏这个时候 俄罗斯却在密盟不轨吗 因为根据德国军方外流的机密文件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丁可能在明年 对北约发动袭击 而且今年3月就有动作 计划精细到分成7个阶段 而时机刚好 英国要派2万军人跟航母战斗群 参加北约最大规模的军演 是不是要为可能会爆发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预先做好准备呢 敬平哥 现在俄乌战场 大家又给予比较多的关注 就是在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应这个欧洲其他国家的要求 去参加那个峰会 那这个峰会是各个国家领导人都出席的 但是没有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受邀行列 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 那泽伦斯基他特别提到说 乌克兰需要很多的这个武器 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可是这个时候 普丁虽然没有去受邀参加那峰会 他在他们国家发表电视演说 也特别提到 俄罗斯永远不会放弃 这个已经取得了成果 战争要继续 乌克兰的国家地位 会遭到不可挽回的打击 所以你听到普丁的发言 他其实一点都没有松动的意识 甚至好像感觉上 也回呛这个泽伦斯基 甚至回呛泽伦斯基 背后的这些欧盟 美国和北约国家 为什么 讲话这么有底气 对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乌克兰 百分之十七点五的领土了 几个月以来的战事 虽然僵在那边 但是形势 似乎对乌克兰的军方不太有利 而你现在看到画面上这个是 乌克兰的军队的这个装甲车 被这个俄罗斯军方的这个无人机 FPV无人机 又称为炸弹无人机 或是自杀无人机 直接这样攻击 锁定了之后头弹 然后直接把他的这个装甲车给摧毁 与此同时传出来 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它的是克拉斯诺格洛夫卡这个地区 乌军的指挥官呢 也遭到了这个击毙 可能也跟这个俄罗斯 我刚刚讲的FPVP这个无人机有关 那你等于是影响了这个乌冬 盾内斯克它的这个战事 就会更加的复杂了 那我刚刚说的FPV无人机 自杀无人机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明君你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是其中一个 他们有分好几种多款型的 这是其中一个1234四轴的这个无人机 它可以装那个榴弹 所以你看它中间这个就是炸弹 它这一种在俄罗斯俄乌战场上 使用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乌克兰军方 用来对付俄罗斯的 结果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技术俄罗斯无人机技术公司 也把它学起来 俄军也把它cobby起来 拿来返回去对付乌克兰 那像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俄罗斯现在有一种叫做地域特种 轰炸无人机 对乌克兰军方的这个阵地会展开 类似那个空军的轰炸机 经过之后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 地域式的这个 它特别的这个特种轰炸无人机 它里面有九个这个榴弹的这个投弹槽 就是九个弹药舱就对了 然后它可以一次放三个 然后3P这样过去的时候 它的携带的重量 可以超过四公斤左右 足够了 它可以带那种VoG17或GP25这种榴弹 82毫米的这种榴弹 然后作战班机又是方圆五公里 我这样遥控遥控 飞上去之后呢 我发现前方有阵地 然后我带了那个视角 我看到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精准的投弹 就把它丢 而且它不用停下来再投弹 它可以直接一面移动 快速的这个飞行移动的时候 它就一直丢一直丢 避免被轻型的武器 比如说枪炮弹 打下来 看到它就很容易击落 所以方便又好用 然后成本又小 然后又可以提高它的战场存活率 乌克兰军方 面对以前是这种发明的战术 现在被俄军拿去造超 然后又发扬光大 用更多的无人机 你看到现在这里面 一台一台的俄罗斯无人机技术公司 提供给俄罗斯军方 拿去俄乌战场资源用的 你看这就是这些四轴型的无人机 这几百台 看得让人家头皮发麻 你可以想象这几百台 每一台都装上一枚炸弹 乌克兰的战场上的那些军事装备 会有多少遭到袭击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看到那种装甲车辆 在行进的时候 就会被这样攻击 那俄军不只是这样 它用无人机的战术 开始去对付乌克兰 白俄罗斯的国防部报告也显示说 白俄罗斯的军队 现在也被派往俄罗斯展开 还跟俄罗斯联合的军事演习 似乎白俄罗斯的军方 你是不是有干预战争的嫌疑 也被这个北约国家开始去怀疑 那俄乌紧张的局势 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一连串的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联合军演 而升级那个紧张的局势 当然有待观察 但这个时候 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是比较有益气 他从头到尾 虽然跟普丁谈了多次调停失败 但是至少马克宏说 他提供乌克兰最新的法国的40枚 可以精准打击目标的巡异飞弹 而且是逆中的 还有数百枚的炸弹 这个就是法国要提供的 这个巡异飞弹 逆中巡异飞弹之一 而且他特别警告 如果让俄罗斯 赢得了这一场俄乌战事 那搞不好就会让俄罗斯 去破坏整个世界的秩序 似乎马克宏根本不是危言守厅 好的确 为什么现在连马克宏都要跳出来警告说 就担心俄罗斯破坏世界秩序 因为可能有一些小道消息认为 普丁的野心不止于此 因为德国最新的画报 公布了一个机密文件 说俄罗斯总统普丁 可能会在明年2025年 对北约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计划之精密 最快可能今年就有动作了 德国画报流出了这个机密文件 也获得美国福斯新闻网 英国的媒体都有去报导 这个新闻就是在讲说 德国国防部有一份机密文件 里面写着说 普丁可能会在明年2025年的夏季 对北约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德国会掌握这样的一个情报 就是在于说 因为冲突可能就会从今年2月开始 去拉开来 那尤其是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波罗底海 波罗底海三个小国 爱撒尼亚 拉脱尔亚 立陶宛 那这边是波罗兰 这边有一块这个很狭长的这个地方 这个狭长的地方 它是这个有北约东义的阿基里事件之称 叫做苏瓦乌基走廊 这个地理名词叫做苏瓦乌基走廊 这一块蓝色的地方是加里尼格勒 是俄罗斯的飞地 飞地就是说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你从陆地上 这边跨过白俄罗斯 波罗底海三国波兰 你没有跟他连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连在一起 你从这边要俄罗斯 你要搭飞机才能过来这个地方 那所以俄罗斯呢 为什么会跟这个 所谓的苏瓦乌基走廊有关呢 一旦苏瓦乌基走廊 被俄罗斯军队攻下来 你看看北部的这个 欧洲偏北欧的三小国 波罗底海 艾萨尼亚 拉脱亚 立陶兰 他们就危险了 他们陆地上的跟波兰 还有跟北约的联系 就会被切断了 那这个国防机密文件 据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境内 他打算在动员20万名的这个士兵 进攻乌克兰 就是在四月份 今年四月的时候 对乌克兰的军队进行春机大反攻 那最后突然想到 刚才静明哥讲的 白俄罗斯怎么派这么多军人 去演习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迹象 是 然后预计今年六月 是预计六月啦 如果顺利的话 打完这场俄乌战事 然后接下来 到了这个第五阶段 他的这个利用就是今年年底 刚好台湾总统大选 我们上礼拜结束嘛 可是美国总统大选 年底 年底川普跟拜登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候选 反正美国总统大选年底 落幕的过渡阶段 那俄罗斯到时候可以称出 说这个立陶宛跟波兰的 这个边界 就是苏瓦乌基总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立陶宛跟 这个乌克兰的边界 也是他的飞地跟波兰的边界 说这个边界的地方 有人这个有谣言 有发动这个 这个烧乱 很容易散动就对了 然后让他们产生动乱 俄罗斯就要派部队来镇压嘛 然后到了这个第六阶段 也就是明年一月的时候 他就开始俄罗斯可以借机 在三月底之前 像波罗迪埃跟白俄罗斯的西北方 派遣七万多名部队征兵 到了这个明年的五月的时候 就是2025年五月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我们一般战场上 还讲的第一队 他们就开始引发第三次事业 因为俄罗斯动任何一个国家 北约的规定第五条 你只要哪一个国家被侵略了 就全部的北约就要跟着打 北约就会跟着跟俄罗斯打 俄罗斯跟北约打美国会袖手旁观吗 不可能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美国北约加俄罗斯 那其他国家 然后又掺杂进来 美国还有中东战场 那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大混战 所以英国的国防大臣夏浦斯 他就有提到 英国要派遣两万名的这个部队 到东欧去参加北约的军演 这像是北约成立75周年以来 有史以来 他要这个集训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这个夏浦斯他有提到说 英国这次的这个 将近两万多名的部队 它包含了什么 英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然后还有包括他的F35B的 这个战斗机的连队 以及他的一个侦察机 这些部队都要前进到东欧去 跟这个北约大规模的这个军演 所以你看看 应对起来 是不是有可能在德国话报 跟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媒体 和美国的福斯新闻网 他们披露了德国的国防部 掌握了这个国防机密文件 感觉可能性很大 是不是俄罗斯准备 以入侵北约 然后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战火 所以没有讲错 他现在在做一个军演 英国在做的就是准备 跟美国跟北约在这个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